蒙面舞会太爱抓嘛 两对CP彻底高吹 感情线乱成一锅中 射出打工人却只想当练足混子 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土头局 我又来讲心动的信号期了 上期我们讲到 所有嘉宾都参加了一场蒙面舞会 第一个游戏是需要男嘉宾 喊出转身女嘉宾的名字 彭高主动要求参加 但是主持人一声令下 大家竟然都没有动 妮妮看到这个状况 率先转了过来 而清雅刚才就在一直观察 其他人的情况 应该是内心非常纠结 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转身 这虽然是清雅的一小步 却是历史上的一大步 这可是他对彭高的第一次回应 彭高马上说出了清雅的名字 然后再说的妮妮 答对之后 两个女生都笑得很开心 小咪问妮妮为什么要转身 妮妮直接回答说 喜欢她 这也太直白了 米蝶听到这句也心碎了 之后是定豪上场玩游戏 小咪竟然也转身了 之前小咪一直和牧尘是锁定的状态 现在转身 究竟是为了让定豪不尴尬 还是已经被奶狗弟弟动摇了呢 这个舞会的每个环节 都是嘎中之嘎 菜人毫无悬念也就罢了 之后又要求女生 选择男生组队来一起沾面具 乐言第一个上去 毫不犹豫的拉住了奥斯卡的手 直接把人牵走了 这个选择也太坚定了吧 王琪当然选的是托莫 宇凡率先行动 把牧尘给选走了 那么小咪又只能选定好了 清雅和妮妮留到最后 而清雅特意让妮妮先选 于是妮妮当着米蝶的面 对彭高伸出了手 那一瞬间 尴尬的不只是她一个 而是在场的四个人 彭高也不好当场拒绝 那就只能同意了 静静的听 她和米蝶心碎的声音 最后清雅只能在米蝶和南七之间做选择 好在她选的是米蝶 不然米蝶真的要当场崩溃了 而那位南七 其实是观察室嘉宾招远 所以清雅的选择还是很明智的 他们之间摘个面具 都搞得像是结婚先逗杀 牧尘的脸上掀满了麻木 她已经业绝了这场爱情游戏 我感觉她的眼睛里都没有光了 彭高摘下面具后 明显在朵妮妮的目光 她勇敢追爱其实也没什么错 但是现在这样 只会把人越拖越远 适得其反呀 乐颜和奥斯卡那对就是春天 摘下面具后 乐颜甚至伸手帮奥斯卡淋淋头发 其他人的现场都磕啦啦 米蝶和清雅的笑容里满是苦涩 两人甚至还握了个手 这是什么商业会谈吗 更尴尬的环节还在后面 他们竟然需要一对一对的 在那个赞助商的土味打卡框里 跳舞拍照 大家都是跳的各有各的手忙脚乱 去掉BGM在现场看 绝对超级尴尬 彭高真是毫无努力的避险 就连合照的时候 手都是背在身后的 但是杜海涛偏偏要拱火 故意问妮妮 她是你香雪子的人吗 妮妮说是她想慢慢了解的人 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很开心 这每一句话 都是扎在米蝶心上的刀子呀 于是米蝶和清雅上去的时候 专门跳了一段交易舞 又是搂腰 又是拉手 动作非常优雅亲密 总有一种想和全世界同归于尽的美 沐晨到了这个跳舞环节 完全是懵的 将在原地一动不动 然后突然捂住了心脏 当时其他人都在笑 以为她故意夸张在眼 但有网友分析 她当时可能真的是心脏不舒服 因为陆姐墨实在太辛苦了 有人扒出 她是在荣耀上班 每天本来下班就晚 而新宗小屋在东莞 她每天要开车几个小时 去深圳上班 好不容易下班了 到家了 还得被拉过来参加舞会 真是个铁人都顶不住啊 上期她被要求去珠海和女六王岐吃饭 甚至是下班后 自己开车一百多公里往返的 大半夜接完人 想睡个觉 还得被拉起来参加集体聊天 难怪她浑身上下 都是般味和疲惫 再加上她今天还发烧了 节目组能不能放过她 然后舞会中 还要当场公布换房结果 701的站一边 702的站另一边 王岐和托姆这俩人都选了要换房 于是就这样水淋淋的擦肩而过了 虽然没能换到一起 但也算是明白对方的心意了嘛 彭高能跟清雅换到一起 冷的嘴都合不上了 有啥心情 也是明明白白的写在脸上 然而 妮妮就是追着彭高 从702换到701 谁知彭高为了清雅 已经换走了 而米蝶刚好也是为了妮妮 她从701换到702 她对现在这个情况 是真的想不通啊 奥斯卡能跟乐颜换到一起 也很开心 丁豪能跟在小米身边 当然也高兴 然而沐尘之前因为名额被抢完了 只能换到另一间 跟小米分开 小米显然是不知道这个内情的 她该不会是误一误 沐尘是故意换走的吧 这下反倒是 雨凡和沐尘在一个屋了 海涛问沐尘 现在是你满意的结果吗 沐尘的回答是 人在哪不重要 心在哪比较重要 感觉她的心 还是更偏向小米一点呀 雨凡听到这话 明显就不太开心了 之后他们又玩了一个 扎气球的游戏 男生蒙眼在圈内扎气球 女生在外面指挥 两人的手腕需要连在一起 因为游戏是按照房间来分组的 所以队友只能选择同房间的人 彭高赶紧选了青雅 那个手腕的装置 青雅自己就戴好了 反倒是彭高不会弄 只能求助青雅帮她戴上 两人的手腕被连在一起 怎么不算是死我了呢 而沐尘和奥斯卡两人 需要保住气球 两人都紧紧抓住对方的手臂 配合超级默契 奥斯卡甚至会用身体 替乐岩挡住攻击 那一刻男友力已经爆棚了 青雅看到这一幕 还是有一点点难过的 不过杜海涛问她 感觉怎么样 青雅说的是 很好很好 因为她 彭高很听话 彭高也说是青雅指挥的好 这个互相吹捧啊 我怎么品出了一丝甜呢 然后是托莫负责攻击 乐岩来指挥 他们这组为了赢 也是拼了 根本没在乎暧昧的事 结果托莫一上场 就把王岐给吹套太了 然后又来了一招 痛击我的队友 整个我也是笑不活了 玩一起游戏了是六亲不认 牧神和雨凡负责保护气球 两人也是抱得非常紧 小咪全程的表情都很凝重 之后小咪那组输了 要接受惩罚 其实就是气球在头顶抱开 满头都是羽毛 定豪赶紧抓住机会 帮小咪弄头发 小咪也伸手帮她摘羽毛 双人小互动 这不就又来了吗 青雅头上也飘了羽毛 她原本是让王岐帮忙的 但是彭高也在她背后 默默伸手 青雅意识到她的动作 于是也转头 帮她摘了一片最大的 王岐给托莫隔空事宜 让她甩甩脑袋 托莫马上就听话的照做了 这一对也很可爱呀 之后彭高情人 直接给青雅送了一首情歌 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表白 你小子是真会呀 青雅听完都夸她 好勇敢 而且鼓励她说 很好听 感觉她慢慢被打动了呀 然后就是奥斯卡 给乐爷送了一首钢琴弹唱 托莫唱给王岐 截止到目前为止 这一对对的都很正常 但是我实在是想不通 为什么牧尘会上台 给雨凡唱一首歌呀 然后米蝶也上台 和牧尘一起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女生们听完 表情都很复杂 好不容易熬到舞会结束 他们还要回小屋 收拾东西搬家换房间 我光是看着都好累 他们竟然还能活力满满 真的好厉害 小咪坐夜宵的时候 听好又是全程跟随 给她各种帮忙 但小咪的注意力 却在一旁搬东西的牧尘身上 两人自从回来之后 就没说过一句话 而牧尘却到隔壁屋 雨凡却对她热情招待 这个对比真是太明显了 雨凡和彭高 结成了助攻队友联盟 牧尘今天发烧了 所以状态不好 雨凡明天早上 想给她煮粥和 但是她不会做 只能让彭高来教了 两人煮粥的时候 彭高偷偷给她打听 清雅的喜好 喜欢去哪玩 要送什么礼物 雨凡也答应 帮她打听打听 然后清雅马上就来了 雨凡赶紧套她的话 套出她喜欢吃辣子鸡 一定要爆了的 彭高马上默默记住 这个互帮互助也是绝了 而妮妮其实也是个平板人 她经过无会的尝试 意识到彭高已经很坚定了 所以觉得自己 没必要再去尝试 反而鼓励清雅 跟她好好接触 让清雅别顾虑太多 感觉妮妮也是个 很勇敢豁达的女生呀 米蝶一直以为 自己跟妮妮已经锁了 所以对于今天的事情 非常惊讶和心痛 牧尘安慰她 也可以跟其他人 多去接触一下 没想到 她竟然直接跑去找彭高了 彭高其实也在反思 自己今天的反应 是不是不够得体 妮妮来找她的时候 她表现的不太热情 但是她也不知道 怎么做才对 米蝶也很真诚的跟彭高说 希望自己跟清雅跳舞 不会让彭高不舒服 两人都是很为他人着想的人 米蝶甚至没有怪妮妮 伤害了自己 反而觉得她很勇敢 之后米蝶还在独自 给她和妮妮一样的盆栽浇水 她也太像偶像剧里 二而不得的男二号了吧 从今晚开始 心动短信只能发送无法接受 但我们观众还是可以看到 谁发给了谁 男生那边唯一让我意外的 那就是牧尘 她竟然把短信发给了宇法 而且写的是 谢谢你的勇敢 气球保卫战 咱们还是有点默契的嘛 这句话是她在玩游戏时说过的 所以宇法给她发的 也是默契逐渐形成 而今天清雅那个转身 果然对彭高来说非常重要 她写的是 谢谢你勇敢迈出的那一步 剩下距离我们一起来完成 而清雅终于开始回应彭高的感情 觉得她今天好勇敢 谢谢一切 很开心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互发 节目组为什么不让他们收到短信 我恨呀 米蝶直到现在还是很体面 她给妮妮发的是 听自己的内心声音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才是对的 我支持你 天哪 这也太好了吧 女生那边 小米发给了定好 让她今天好好休息 妮妮发给了彭高 不过并不是继续纠 而是对她道歉 并为她和清雅加油 这条短信就是为她的单恋 画上句号了 下一期 他们又要单独约会了 大家更希望看到哪对CP发糖呢 想看后续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想看的人多 我就继续做下去啊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